最萌身高差加上甜蜜初恋的劇情 光是這兩個關鍵字 就讓人好期待的電影裡的婚禮 男女主角金英光和朴寶英 七日現身電影試飲會 朴寶英在片中必須講出 關於性方面的害羞台詞 她表示 在一面中的詞語中 我聽到什麼遊戲中心想說 我會想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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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剛才看過 他在外國的詞語中 這個詞語中所說的意思 我是說 我對於是說 我沒有辦法說 我一定要說 我實際上是 其實 大家是在場上 聽到的 但 你們都知道了 其他朋友或其他朋友 那些人可能這部電影 究竟是甚麼部電影 那些話 我聽到這部電影 我聽到了 而這隊相差29公分 號稱最萌生高差的兩人 在拍攝期間有沒有什麼辛苦的地方呢 我真的不想看過 我還是很難以為 我一直都不想看過 因為我對這部電影 比較多的難度 我對你很開心 幸福了 我會有所在的 但是我會想看過 對我來說 我會想看過 因為我會想看過 我會想看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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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會想看過 我會想看過 我會想看過 这次听说朴宝英还亲自为主演的电影现唱OST 她自己倒是很惊讶 电影院的电影 电影没上来 电影的电影 电影的电影 电影是主演的电影 很可怕 本集中的电影 电影 电影 电影